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1.查看目前搜索排名。通过查询结果,可以得到以下信息。企业网站在当前的搜索排名。搜索结果中出现的网站。每月平均搜索次数。 2.实时跟进网站在搜索引擎中的访问信息。在谷歌搜索引擎报告中可了解。总体排名情况。在搜索中出现的次数和频率。各个关键词的平均排名位置。只有实时了解自己网站在搜索引擎的信息,才可以不断总结。更好的提高自己网站的排名和位置。 3.确保网站在手机端可顺畅使用。根据Smart Insight显示,目前预计约60%的搜索都是发生在移动设备上。在美国大多数,使用移动设备搜索数量要远多于电脑,并且数字正在持续上升。 所以当企业网站在手机端无法顺畅加载或使用时,网站的Rank评分通常不会很高,导致无法在搜索页面中出现在靠前的位置。 4.发布关键词相关内容。企业在推广自己的网页中,需要突出某一个关键词或者关键句子,从用户角度出发。 4.思考用户在搜索时,通常会使用哪些关键词或关键句。从而在网页中,多次目标重复关键词或者关键句,即可提高用户搜索的排名。 切记不要过度重复使用关键词来影响网页内容。 对于读者来说,有质量内容的可信度远高于华而不实,且难以理解的网页内容。 同理,对于企业来说,最好的网页内容是为用户设计而并非搜索引擎。 最后,当企业在进行搜索引擎推广时,之所以叫谷歌搜索引擎优化SEO,是因为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测试在长时间下进行优化,并不是一次就能达到排名第一。 有没有成本更低,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? 答案是有的,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,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,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,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。 有很多朋友会说,拍视频的成本太高,海量生成不现实,所以,今天推荐一款SEO神器给大家,CAT Video,采用AI引擎,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,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,帮你捕获精准客户。